生肖羊的朋友十八 十九 二十号需要注意 做事稳中求进 要管理好自身的情绪 这三天运势顺畅 工作中生肖羊如鱼得水 他们本是心地善良的生肖 所以众善因得到善果 鼠羊人正财稳定 横财滚滚来 他们得到太岁的力量 会逐渐累积不少财富 财富运飙升 接下来说说不一样的话题 各位知道哪一个生肖遇到事情 最六亲不认的吗 如果问题大家只要求 从十二个生肖 各自的属相特点 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最具代表性的 能做到六亲不认的 应该是蛇 原则上 它是十二种动物理 需要冬眠的 其余的除了龙以外 都不需要冬眠 而且蛇给人感觉 就是冰冰凉凉 有距离感 缺少一些热度 在很多时候上 不会去讨好 有原则 六亲不认的生肖 生肖蛇不用多说 上六亲不认榜 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过分的冷静 防备心众 不会有太多交心的朋友 主要还是自身 太有保护意识 首先 他们保有自己本心 然后才有功夫 去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六亲 只要六亲和自己 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牵扯 彼此相安无事 也能做到相敬如宾 但如果六亲到 把属于蛇朋友们的利益 分出去 或做一些伤害到自己利益的事 他们坚决不会做帮亲派 无论是谁 生肖蛇 都会明明白白算仔细的 第二个 生肖狗 其实他们工作中 不会管老板是谁 都会很认真负责去完成工作 哪怕是老板或高层 对他们有一些不信任 或不够器重 但不会影响生肖狗的大局观 他们不会做有损集体利益的事 这样的人不计仇 但他们太有自己的准则 和刚正不阿的一面 如果六亲做错事 让其帮忙善后 哪怕平日非常孝顺 不会忤逆 父母来帮忙求情 也坚决不会同意 因此他们在自己亲友心中 就是六亲不认得主 太有原则不懂辩通 不懂如何给自己亲友一些好的帮衬 第三个 生肖狼 别看龙平日 看起来很温文尔雅 但不要试图去挑战声 骁龙的底线 否则就会把他们骨子里压抑着的 不退步 够狠绝的内心 真我引发出来 因为平日里内心的真我 都是在驱使他们不断在事业上 多取得成功 跌倒了也爬起来继续 这也让他们成就卓越 可若是六亲在他们成功后 不断去做出违背龙原则的事情 他们就会成为不讲情面 六亲不认的人 其实生活环境不一样 学习上获取的养分不同 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眼界和宽度 例如同样是做生意 哪怕是相邻的一模一样的店铺 也会因老板的格局眼光 有的客似云来 有的就是门可罗雀 而在生肖里也有一些朋友 会时常犯这样的错误 一起来了解目光短浅的三大生肖 时常因目光不长远而错失机会 生肖鼠只看眼前 鼠鼠的有很多想法 也有很大的梦想想去实现 可很多时候 他们太专注于当下拥有的 就像跑到花生瓶里吃花生的老鼠 只管先吃饱 完全忘记了吃太饱 凭口太小 自己出不来 到头来只能困于其中 主要还是生肖 鼠有个极大的毛病 就是瞻前不顾后 无论是爱情或事业上 时常被诱惑就忘乎所以 只看眼前不考虑后果 往往也因目光短浅 措施更大的成功 生肖牛 有些固执 牛年朋友很勤劳 确实爱节俭能吃苦 但牛脾气上来 也是固执己见到 无人可以撼动他们的想法 事业上 不太愿意去挖掘更多机会 也不愿意主动去争取 只喜欢领导 直接下达任务 自己就按着去完成 做好就算 如果旁人让他们圆滑点 善于变通 他们依然固执 认为自己目前做好这些就好 什么长远大计 跟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 看不透职场的升迁 在兢兢业业 也只会被领导忽视 认为是目光短浅的 无法为以重任 生肖猪 安逸现状 猪年朋友 普遍都有这样的乐天派思想 反正今天的工作做完 不考虑明天如何 事业上最好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有晋升机会 如果承担的重任太多 宁愿放弃 悠悠自在 做个小助理还好 因此 造成他们目光短浅的原因 就是太安逸现状 不愿意居安思危 反正天塌下来 还有高个子顶 这样 过于安逸现状的心态 事业上 很难得到更多的 亲信之人 发展比较缓慢 也就错失了很多 结识贵人 让自己变得 更加优秀的机会 其实 目光短浅 有时用在一些地方 也是好的 例如会更有自知之明 在钱财上 有时反而不那么急功近利 但如果是岗位职场上 哪怕职位稳定 也应该不断提升 在领域里继续钻研 否则在现在这样 科技飞速的时代 很容易被被取代 所以 有时眼光 还是得看得再远一点 才能让以后的路 更宽阔 再来说说 家里不能同时出现的 三个属相 哪些组合一起 家宅不宁 家能巩固亲情和爱情婚姻 如果家庭里时常闹矛盾 亲朋好友 也不会经常去拜访 缺少人气 财神看了都要躲 谈和能让家里有财运 而在生肖里的一些 关联与克制规律发现 有一些家庭 如果同时出现一些 比较排斥的属相 容易有很多争吵 你们家里 不能同时出现 哪三个属相 哪些组合一起家宅不宁 在生肖理论中 有三合 互相能成就的 如果申子沉 汇合在一起 形成水局 利于共同求财 而三个不能出现的 往往是三个生肖出现型 或害得更为明显 因为对冲 虽然力量大 但是是两个人之间 逆与它的一种力量较劲 而家庭里 不可能只有两个人 所以人数多了以后 凑一起的三个出现型的组合 家运就难以和谐 牛 狗 羊的组合 是生肖理的三个相型 就是凑一起 行飞口舌多 如果分开的 还没那么大力量 不够明显 但组合在一起 就形成三型 力量很大 其中 牛与狗 羽羊形成的是 无闻三型 例如大家都认为 对方能帮自己解决一起 会很依赖对方 可最后事与愿违 那份自信与期望达不到预期 容易遭遇挫折 不仅没有感恩 反而埋怨消极 家庭难和睦 虎蛇猴的组合 蛇对猴肌能互合 也就是陆和贵人 且蛇为火 对身金猴有一定的练好 有时他们的冷静 也能驾驭一些猴的毛躁性子 可加入了虎的家庭组合 就形成事事三型 虎的魄力会给猴或蛇一种威胁 而猴的不定性又是虎时常拿出来说事的 三个看似表面赞同 而内心却非要对着干 借助虎的旗号在外惹 一堆烂摊子让虎解决 这样的家庭组合容易影响某一方的事业 这具体看三个谁的能力最大 尤其是仕途或高管职位的 不建议让家里这样的组合 参与在自己的工作中 否则官非有 仕途受影响 家运下滑 再来是鼠兔鸡的组合 其实鼠和兔是行 二者在一起说话上不够客气 互相忍一忍也能过去 因为兔的心软和鼠的高情伤 只要避开一些话题就能减少矛盾 但是再加一个鸡进来 组合的家庭 那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鸡的精明和鼠一样 两个都精明在一起 就会计较谁付出多 再加上鸡与兔冲 鸡与鼠害 一个明面顶撞 一个暗中互相伤害院队 最后三个互相指责 吵吵闹闹 家宅就不安宁 以上是几个生肖的运势与话题 生肖十二在这里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2023年是兔年 我们知道 十二生肖是十二种动物 在与天干地之搭配 就形成了六十年一次的甲子 这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 以此来记住年份 不再受更潮换代的影响 十二生肖 其实还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按照阴阳之分 就可以分明 明肖和暗肖 我们来看看明年十二生肖的运势吧 鼠鼠人在2023年受到行太岁的影响 所谓行太岁 就是子卯相行 虽然相对于冲太岁和本命年来说 行太岁危害小一些 但依然会给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带来巨大的变化 千万不能大意 鼠鼠人 这一年容易遇到烂桃花 钱财破损 身体疾病 以及人员关系变差等等问题 在职场中容易与人出现矛盾和分歧 无法顺利推进某项工作 与此同时 这一年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健康之外 也要多多关心呵护家中长辈身体问题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这一年一定要注意妇科方面的疾病 一旦发现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要及时前往医院诊断和治疗 鼠牛人2023年运势 2023年鼠牛人运势表现一般 无法得到急性的照耀 想要在生活和职场中取得好的成绩 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鼠牛人 今年可以借助对公生效的急性帮助 这样才能让生活显得更加顺遂一些 鼠羊人 是鼠牛人对公的生效 而鼠羊人 今年可以得到三颗急性的助力 分别是华盖 天解 以及三胎 不过对于鼠牛人来说 急性的力量不是很大 想要转运 还是要靠自己多加努力 鼠虎人2023年运势 对于鼠虎人来说 去年范本命年太岁 综合运势表现得特别糟糕 如果在去年进行一些喜事 比如说买房子 生孩子 以及结婚等 可以有效化解自身低迷的运势 今年运势也能够稍微变得好一些 不过即便去年没有任何喜事 今年相对于去年来说 运势肯定会变得更加平稳一些 不需要每一天胆战心惊 这一年可以得到天以吉星的照耀 这是一颗贵人吉星 能够助力鼠虎人得到家人朋友 以及上司的帮助和支持 凡事都能够化险为夷 不过由于今年仍然会受到去年一些困局的干扰 所以整体局面并不是特别乐观 做事千万不要过于激进 鼠兔人2023年运势 对于十二生肖来说 每当进入新的一年 各个方面的运势肯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023年对于鼠兔人来说是本命年 也就是犯太岁的年份 如果这一年可以举行一些喜事 比如说置办房产 结婚天丁等等 便能够有效化解不利的负面影响 还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平稳一些 总体上来看 鼠兔人这一年在很多方面 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尤其是在事业和感情方面 会出现很多问题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还要努力经营好工作和家庭婚姻生活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 而是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务实一些 要及时寻求解决方法 鼠龙人2023年运势 由于与流年地质卯尘向害 所以鼠龙人在2023年 整体运势表现的并不是很好 害太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健康和人缘关系等方面 鼠龙人今年一定要维系好 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还要谨防钱财 破损事件 应该仔细观察身边 有没有小人 如果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不要与其透露太多 关于自己的事情 在健康方面 虽然相较于象形相冲 负面打击没有那么强 但是依然会带来很多小的疾病 很有可能会让鼠龙人情绪上 变得很低落 鼠蛇人2023年运势 对于鼠蛇人来说 去年由于受到与流年地 知行客的负面影响 人员关系变得很糟糕 全年运势都特别差 进入2023年 终于摆脱了倒霉的犯太岁影响 运势相较于去年来说 会变得好很多 不过由于凶星的存在 事业健康方面 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 鼠蛇人 今年由于受到一马星的影响 可能会经常出差 不管是前往海外拓展市场 还是外派到分公司上班 又或者是因为学业问题 出国读书 都会产生很多正面的影响 同时 鼠蛇人今年还会受到地解星的影响 可能会出现家宅或者是公司搬迁的情况 不过都会给鼠蛇人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今年还能够得到国印星的鼎力支持 领导能力可以得到大大增强 尤其是对于自由创作者 以及文职工作者来说 可以遇到很多喜事 鼠马人2023年运势 对于鼠马人来说 进入2023年是破太岁的年份 不过范太岁对于整体运势 并不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鼠马人今年的运势表现很强劲 能够得到很多吉星的帮助 尤其是贵人员特别旺盛 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得到提携 本年度鼠马人事业发展很不错 一定要把握住绝佳的机遇 努力在职场上冲出广阔的天地 不过今年鼠马人身边会有两颗雄星出现 容易干扰到财运和感情运势 鼠羊人2023年运势 对于鼠羊人来说 在兔年间 由于羊猪兔是三合的属相 与太岁相合 表明鼠羊人今年运势旺盛 羊羽兔属于卯卫相合 鼠羊人今年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非常顺心顺意 身边还会得到很多吉星的照耀 在事业金钱方面 能够取得很好的机会 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今年可以得到三台 天解及华盖三颗吉星的拱罩 三台有着步步高升的寓意 如果鼠羊人是上班族或者是政府公务员 那么职场中将发展得非常不错 天解可以破解难题 化险为夷 即便鼠羊人今年在某些事情上 处期发展得很艰难 但是最终的结果依然是很不错的 华盖可以让鼠羊人自身艺术才能得到彻底发挥 在事业和财运方面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运势能够持续攀升 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突破性进展 鼠羊人2023年运势 鼠羊人去年由于受到冲太岁的影响 以及一马星动的连带影响 生活和职场中都出现了特别多的变化 如果去年他们进行了结婚或者是买房子的事情 那么今年便能够承接去年的运势 尤其是去年结婚的朋友 今年生孩子的几率很大 如果去年没有做这些事情 那么可能会受到很多可怕的冲击 好在2023年是全新的开始 运势会变得很平稳 鼠羊人2023年运势 对于鼠羊人来说 流年与出生年的天干毛有相冲 也就是说2023年对于鼠羊人来说是冲太岁的年份 这也是属于犯太岁的一种 这一年会遇到很多挑战与变化 应该以不变应万变 还要加强心理建设 在困境之中千万不要自我放弃 也不能过于焦虑 事实上 如果去年鼠羊人举行了很多喜事 比如说结婚 买车 买房等等 那么今年的运势不至于特别糟糕 否则可能会遇到很多打击 鼠羊人2023年运势 对于鼠羊人来说 今年与自己的地支卯须相合 受到太岁相合的影响 可能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情况 七成是好的方面 三层会是不好的方面 由于集中藏兄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张弛有度 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相合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宅运的变动之中 如果今年结婚天丁 或者置业的话 必然可以通过冲洗的方式 将相合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全年运势会变得特别旺盛 鼠竹人2023年运势 鼠竹人在去年 由于备受地支银害相合的影响 全年变化多端 运势动荡不堪 如果去年举行了人生的三大喜事 也就是置业 天丁和结婚 那么今年的运势会稍微旺盛一些 简单来说 如果去年买了房子 今年就很容易结婚 如果去年举办了婚礼 那么今年很有可能家中会迎来新的宝宝 不过即便去年没有举办任何喜事 今年运势相对于往年来说 依然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转眼间2022年就要过完了 每到年末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明年的运势 这次替大家整理了2023年 鼠龙人与鼠蛇人两大生肖的运势运势运程分析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2023年鬼卯兔年 鼠龙人与鼠蛇人两大生肖 均无犯太岁 两大生肖的运势是上扬或下跌 可以一起看下去 鼠龙人2023年运势及运程 鼠龙人今年是太岁向害之年 是非难免比平常多 只是这向害带来的影响并不严重 可以无需理会 而是非稍多的月份 就只是农历二月 三月及九月这三个月而已 只是今年木土交战 身体方面皮肤及肠胃要稍微注意 所以今年在饮食上要小心一点 今年鼠龙人为财运年 在个生肖之中财运排名是不错的 可以排第四位 尤其对收入不稳的从商最为有利 应可借此财运年努力一点 去提升自己的财运 只是收入稳定的上班一族 这财运年便将难为自身带来好处了 今年即兴有太阳 南贵人之助 如果上司 合作伙伴 下属是男性的话 都容易给鼠龙人带来助力 班安 有利地位提升 虽然今年鼠龙人不是生千年 但也能因此兴而获得别人的尊重 只是1976年出生的龙 今年为全力地位提升年 看看能否因此心而收获意外惊喜 凶星有天空 计划一成空 强调有计划的人不一定能实现 反而善于解决眼前问题的人 却容易成功 今年就见步行步 不要做太多计划好了 晦气 心情不佳 常遇上一些给人节足先登的事 所以从商者今年 要与客人保持密切联系 谈生意识要跟紧一点 方能保住不失 阴煞 女小人 所以今年要尽男性而远离女性 这能增加鼠龙人 尽贵人 远小人的效果 还有六害 齐力不张 无需理会 犯太岁的鼠龙人在2023年 期盼全年平平安安 如意顺遂 同时兔年红运加深 红红火火 好运长半 鼠龙人2023年财运 本年未属龙人的财运年 财运应该比别的生肖更加 这对收入不稳的从商者帮助最大 必能从努力里争取到更加成绩 冬天出生的人容易有所获益 而夏季出生的人 亦能因财运年 我们下期再见